大家好,这里是安波华语足球快讯2023年9月8日 周五深夜,2024欧洲国家杯外围赛A组展开角逐 格鲁吉亚主场对阵西班牙 西班牙此前在欧国联夺冠,球队士气正处于顶峰 而且,最近两次与格鲁吉亚交手都取得胜利 西班牙金仗见止三分 格鲁吉亚目前世界排名78,欧洲排名38,实力属中有偏低水准 对史上,格鲁吉亚从未参加过大赛 无论世界杯外围赛亦或者欧国杯外围赛,他们都是陪跑分子 在过往的欧国杯外围赛征程里 上届是格鲁吉亚表现最好的一届机身附加赛 只可惜最终倒在北马其顿脚下,无缘杀入正赛 身价超8000万欧元的基玉查基华拉基利亚是格鲁吉亚当之无愧的核心 效力拿玻璃的他也是上级一甲MVP得主 不过在此前的三场欧国杯外围赛中 基玉查基华拉基利亚始终未能做出贡献 入球术、助攻术、军挂灵 格鲁吉亚目前也只得一胜一合一负的战绩 此番面对世界排名前十的西班牙,表现不佳的格鲁吉亚难记厚望 西班牙是新科欧国联冠军得主 他们在决赛通过十二马大战击败了克罗地亚 成为最后赢家,赢得冠军无疑令球队上下备受鼓舞 作为一届世界杯得主,三届欧国杯得主 外围赛对西班牙而言不过是练兵之地 回看上届欧国杯外围赛 斗牛式军团以八胜二合的不败战绩投名出现 合计攻入31球,火力全开 虽然今届赛事开局表现一般 头二轮只得一胜一负 但幸好只是赛事早期 西班牙还有充足时间奋起直追 而作为本期大名单入球最多的球员 爱华路摩拉达无疑要承担更多责任 值得一提的是 另一名中锋祖司路马图近期有不俗表现 此前对阵挪威的欧国杯外围赛中 上演过没开二度的好戏 而在对阵意大利的欧国联也攻入制胜球 此次金账的表现也值得期待 感谢您的收听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